董事會的時候 我們也去跟他們說董事報告這些狀況 那我想這樣子 基本上後來他們董事會就同意了 可是同意了 他們發現還是沒辦法通通減 所以最後是減成一個 從7座減成一個 最後來就只剩了一個 那這裡就是說 我們跟前面有看過 這個是沒有減相近如以前的 2015年12月的時候的狀況 這個是大概隔了一個一季以後的狀況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空氣的環境 就變了相當的明顯 那這個是改善了以後 大家可以看到這龍山寺 這附近大概最多到35 我們剛剛講說75是紙報 那這35的話 這個還好 還算是在安全範圍裡頭 那所以大家 我想這邊就很快 以上跟大家報道說 瑞玉在做這件 這個專案的一個 一個由來 跟整個的這個 過程跟結果 以上 謝謝 謝謝 謝謝黃 黃憶瑋副總經理 接下來專題分享二 我們邀請到 火水設計投資開發公司 陳一強總經理來跟我們分享 歡迎熱烈掌聲歡迎 大家好 非常謝謝主辦單位 業所長 還有黃憶瑋博士的表情 所以請回來 因為黃公司在我後面 結果 不管要加速 但是他後面都會 蒙好 蒙滿 蒙得好 所以我就分享一下 大家看到我們公司的名字 知道說我們做社會企業投資嗎 大家會覺得很 就是說很衝突 社會跟企業放在一起 又把影響力跟投資也放在一起 所以這幾件事情 其實都是蠻充複的 所以就回到我們剛剛講說 其實 很多事情其實可以 也許他本身也是 可能形成一種 好的循環嗎 所以 其實我們想 我來證明這件事情 但是 我們創造 開放這家公司 其實要做 其實要滿足我們的 最重要的這個 這個 我們最重要的 符合對象是什麼 就是創業的公司對不對 因為我們創投嘛 就叫創業的公司 那各位 知道說 一個創業 一個社會企業創業 大家知道社會企業是什麼嗎 就是用商業模式來解決 社會問題對不對 這樣變嗎 用商業模式來解決 社會問題 這聽起來很跳的 商業模式怎麼會 剛才那個黃國師 其實就是有一點的印象 就是說你們的社務群 其實是解決一個社會 應該是良策 可是如果有良策 這才會有解決那個問題 所以就已經帶到這個角度了 那如果說有一家 假設有一個年輕的創業 他特別用這個瑞儀的Solution 去專門在做這些事情 甚至提供整個解決方案 但可能就是很棒的一個社會創業 那社會創業需要什麼事情 第一個 大家就想說 我們不是那麼賺錢 所以他需要一個耐心的資本 就是patient capital 對不對 第二個 所有創業都很需要 就是一個聰明的錢 笨的錢跟聰明錢很一樣 就是聰明的錢就是會 會讓你 就是有很多資源跟連結 來幫助你成功 那第三個 我覺得社會創業 比較跟一般創業 更不太一樣 是需要一些 multi-stakeholders 就是這些 所有的這些 有利益關係的團結的一些參與 最好有更多的參與 一般商業創業可能不需要 最好因為我們自己是 我們商業創業就是機密嘛 商業機密 最好要一個人跟我連結 我要賺大錢 但是社會創業希望跟 包括NPO 包括政府 這個各個部門都可以做一些連結 所以我們 不像我們就是在解決這樣的問題 所以過去我們就起了 就是我們想說 就是開始找錢 我們在投入社會界 所以我們也很幸運的 我們也成了兩個基金 從五年前開始到現在 然後我們現在 就速度大家自己參考一下 我們是一個非常小的一個創投 不過小有他的影響力怎麼產生 就是說如果你租一塊錢 別人可以租三塊錢 這樣我們有影響力 還是說你租一塊錢 就一塊錢的話 就沒什麼影響力 就是你想自己拿出來所有東西 那我們就是每個一塊錢 我們就會邀請我們共同投資人 一起來參與 那這樣子加起來就四塊錢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一個策略 那這樣子以後出上也可能有機會 因為有各個人的參與 那這也是社會創作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也投資了十家公司 那其實我們分成兩個這個 大家想說這社會系列到底怎麼跟我們投資人交代 那我們第一個就講說 我們創造回收本錢的機會 那請注意這每個字都不能少 創造回收本錢的機會 就是我們先跟我們投資人講好 這樣子的期望 也就是說我們還是要賺錢 可是我們不是要極大化這個 就賺最多的錢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要能夠把一百塊投資 我只要把一百塊管理 我想這是我們的一個比例 所以因此呢 我們投資的十家公司裡面 有一部分 大概是一半的是比較scalable business 就是可以放大 通常是產品 而且也蠻有社會影響力的 譬如說大家聽過鮮武房 就是賣牛奶 然後肉液啊 他想改變整個 這個落農業的這個價值面等等 他也有比較有這個 所謂深度影響的一個 就是 決定說我們有一條 黑暗對話 搭造視障者 通常工作的時候 大家想按摩 對不對 但這家公司 是公司 他會用視障者做什麼 做培訓師 他創造了一個 非常適合做的教育 創造一個全黑的環境 讓視障者在裡面 進入到培訓師 大家聽過 這個所謂的 情境式的學習 或者是這個 經驗學習 就是在裡面玩 做一些遊戲啊 或者是活動 他可以讓你 學到 在後面的光芳 就是真的 回到這個 量的地方的時候 可以來分享說 你學到什麼東西 那這個 這個特別適合 用來做溝通 做管理的一些 教育等等 那這個公司 其實也做的蠻好 他客戶都是 很大的客戶 HTC Yahoo這些 所以我們都是投資 這兩類的這樣的一個公司 那 就很幸運 我們現在還在 而且 各位知道 我們有多少股東嗎 我們有80個股東 我們加起來 而且我們就是 希望是每個股東 出資都是一樣的 當然 所以是一個參與的模式 然後我們每個投資 一家公司 會請我們的股東 會去 去賣服 一位去當總監事 然後 所以 雖然我們很小 還沒有資源 可是實際上 我們的虛擬的資源 是非常充分的 那 很快的就是 那你想 未來 或什麼事情 也是 其實 今天 這個主題也有一點關係 就是說 給我們未來 如果要用 投資的方式 來發生影響力 那各位覺得 我們剛才做的一件事情 有沒有 這樣算是投資影響力嗎 對不對 算有一點 因為 因為想黑暗對話 可能投資人不太多 都是天使投資人 那你要真正找一個機構 權益權益的 動用資源 幫助他進行不多 那我們算是有支持到 那 切入坊 當初也是我們 算是第一個 外部的投資人進去 來支持他們 所以後面 我們是要做一個 繼續做我們的 所謂的創投 VC 還是說 我們也可以去支持 他通過ESG的 investment sandle investment 永續性的投資 還是說 比如說 我們有遇到搜集不太棒 這是不解釋的 很複雜 所以這個時候還是 就是說 整個世界都開始動起來 說投資 可不可以來 給產生影響力 一件事 所以大家來思考這件事情 所以 好 那 那 大家想說 我們會投資什麼東西 我還是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基本上是有個光幅 那各位熟悉的就是 我剛講社會企業是用商業模式來解決 所以我問你 這聽起來其實蠻模糊的對不對 不過它是一個光幅 它從左邊的這個 飛翼虎到右邊的螢幕 它其實是 有很多的新的選項出來的 新選項就是創新嘛 對不對 所以各位也挺聽過 喜漢爾 聽過吧 那它屬於比較左邊一點 它是一個NPU 可是有營收 然後呢 也有聽過盛利 如果你去 大安森林 旁邊的旁邊加油的話 它也會加了三 那設立是很不小的一個組織 它捏額帶了七八年 然後募用了三百多位的生長者給撥 那它不靠捐贈 它是靠自己的事業來賺錢來自自自主 那它有一個 然後社會史上就是台南公園 我聽穿電眼道好是台南公園 大家如果你做護外運 大家知道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是 是一個 應該是當所長叫做環保博人 那他們是環保博人 為什麼 你說這家公司怎麼會變得壞 國人 就是說這家公司老闆 崩茫到說 如果你都是員工去抗議 去參加環保的抗議 被抓了 他幫你保出來 他花錢幫你保出來 可是如果你是在五年前 開這個油電或者車 還是主管位置讓你停 他非常努力這個環保 當然你可以想到 他所有的這些衣服 都是跟recycle 包括有機裡面都會放在一起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也是一般 積極的一個社會使命的企業 那這個就不是一般的企業 當然大家也聽過 Tom Trees 蠻移送的 但這些都是接近 就是要像CSR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那我必須講說 網頁社會企業就是 其實很寬廣 有NPO型的社會企業 也有公司型的社會企業 然後最近各位有進場 一個B型企業 對不對 今天B企業理事長也在這邊 Coreen 那其實就是在B企業是一個明天的認證 他其實就是希望這個企業能夠 不是只是世界上最好的公司 他是要對世界最好才行 所以慢慢我想公司型社會企業 就是戰役型之力 但公司型社會企業就需要投資嘛 才能夠成長 所以我想我們就會有這個角色去支持他 那當然我們要 網的方向就是 就是SEPG 我想是大家都已經是一個共同語言 我就不特別解釋了 所以是在這樣的狀況下 這個我們是想去證明說 用投資可以來做影響的那些事情 那回到剛才說 我們未來想做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有點卡住 為什麼 因為我們去募利於資金 那其實我們投資了 三萬資金再一半的錢出去 其實我們有一點 就是我們的錢 我們要等好的人進來對不對 可是我們在想說 他還可以怎麼樣去影響這個 主流的這樣子一個 商業的環境 去讓他能夠 能夠參與到社會創新 社會創業這一塊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想說 是不是也可以從上市公司這邊簽 那我們常常 想到上市公司大家想到優等是嗎 就是台積電這些的 那是不是有一些公司呢 他其實在做一些很有影響的事情 就是解決一些某些問題 或者是他非常有整個公司之別 或者是可能對環境都非常的有負擔的話 那這些公司有被發展出來 那這件事情也可以來做投資的標題 那投資標題不是說是要給他前世 反而是監督他 反而是你在他的股東會 總是可以有一個影響 讓他去各有發揮他的社會影響 所以這是一個動聽起點 不過這件事情就是跟黃智忠博士 有一些啟發 就是我們跟利文討論 就是說 欸 這件事情是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們問了一下台灣金融資料 好像真的沒有在玩真的 但是國外已經有這樣的一個空氣產生 所以我們就想他來做一點事情 那也就在這個當頭呢 欸 有一個新聞嗎 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最近這一集的金州看 那有利文的講話也在裡面 那這個標題有意思啊 他說 先動全球80兆美元投資 這個 就沒有做好ESG 對啊 會不會列入飛鈴 大家知道ESG是什麼嗎 就是 就是 就是環境嘛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然後Social 跟那個 Dominance 那 稍微 講一下那些發展 是不是 6月20號 莫董博有點被問到 他問到 就是有一個投資人 欸這個投資人大咖的 就是投資他發應美金的 發應美金不少 所以他是有 有 就是有份量 就是他就 來問10個問題 那我猜 應該沒有看到不已 但不過我猜大概郭董 是答的很理老啦 就是 因為他問問題 都不是一般人問啦 有沒有超時的工作啊 勞工政策 有沒有 沒有 沒有想到 有方向 那到底怎麼做的啊 你獨立董 獨立董事出息率是多少啊 這樣子 所以 這個Hermis 大有白頭 那他其實就是 全世界專門在做 影響能投資 這種 private equity 放了這種 專業的資產專業公司 那他起來 投資了紅牌 然後他就問這些問題 各位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風向 這是一個 sign 就是當你 紅牌被進入這樣問題的時候 我相信會 對這個整個市場 會帶來 這個資本市場 會帶來 一個不一樣的一個 一個趨勢跟風向 所以 所以 我相信大家以後 會越來越聽到 ESG的 這個 這個事情 我想 等一下這個 郭敏銘給講更多 因為我想 能夠大切入 那 我這也是網路上搜尋一下 如果 發現 如果他去年 這個 CSI天下 他就已經有 一個報導說 郭董是亞洲第一個是 沒有幾聲全球 十大CEO的原因是什麼 他其實他的財務績效 是全球 就是2017年 可是他沒有 他的排名是多少 各位知道 就是你財務績效版 就是第七年 照理說 你應該就是 前15名應該 再怎麼樣 差也會差落 結果他排到40名 大家覺得我會死 結果原因就是 因為 有很多ESG方面的問題 沒有去處理 那當然 前面10名 大部分也不是美國的企業 是歐洲的企業 所以 其實這是去年的事情 在比對今年 都要學到 我覺得 這個氛圍已經形成了 所以 就回到我們剛才做的這個 想做一個小實驗 或者說 想說 我們 怎麼做一個小的一個 投資 能夠 來看看說 台灣是不是也可以形成 這樣子的一個開始 所以我們就 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做的實驗 因為今天幾位夸美在這裡 黃河 這個 等等 那 你看看我們的 對 其實就是我們的學歷名字叫 就是 叫做 精力功力實驗方 那 簡單的講就是說 想驗證一下說 有沒有可能投資 上市規的公司 讓上市規公司 產生更大的 對社會影響力 那各位在想這個節目的時候 覺得怎麼樣開始最好 跟主題怎麼選 那環保是最好的主題 其實一開始我們想選 PN2.0 就是說 有沒有公司對於PN2.0 是有 有關係的 那 後來 後來我們擴大到環境汙染 也就是說 有三種企業 各位也許 平常比較忽略 但是非常重要 就是 第一種 是 減少環境汙染的公司 不過他 努力去減少環境汙染 第二種是什麼 他去處理環境汙染 因為環境汙染 發生了 他沒辦法就要處理 第三種就是什麼 預防環境汙染 就是 在還沒有發生之前 就去 提供一些解決 不安全去預防 等等 那我覺得瑞比 有些是 有點是 預防 或處理 這個中間 因為要有兩次以後 才會提供 所以我們就做這些 這個 方向的這個 那我們就是去找一下 整個台灣股市 也謝謝你們支持 找一下到底有 哪些企業是符合這些標準的 結果 也有差不多十一十二家 然後發生幾個類似的這樣子的 當然有些是跟 所謂的處理業 環保 recycle 產業也有關係 有些也是蠻有一些 未來性的 對 對 就是我們就朝這幾個方向去找出 有沒有公司 就在這些領域 然後經過一些程序 我們就選出這些公司 但這不是推薦股票的 大家不要誤會 其實說 我們只有有限的資料 其實我們發現在這個過程中 的確我們 台灣做的實在是不夠 包括公司質疑評鑒 我記得每個公司都很積極的參與 所以資料可能也不是那麼周年 也包括台灣本人 我們本人的市場也比較少 所以也許沒有這麼多的產業 不過就是一個開始 那我想 我們會也繼續跟我們夥伴一起去 當然它是一個同志組合 譬如說一年級為期 然後去試試看 測量一下說 透過這些 這個 這個 測量一下說 我們到底 這個 投資這樣公司 跟大盤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 那 其實 經過回測 各位知道回測嗎 如果你回測三年 過來 這個 投資這樣類似這樣公司 各位覺得是賺還是 比大盤是好還是不好 比大盤是好還是不好 就是你們的大盤 蛤 應該是一期大盤 對 我們是 如果是平均 平均加權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子去算 跟大盤加權指數 台灣這什麼加權指數 台灣加權指數 就是 這樣表現一下好了 你覺得比大盤差的指數 好不好 都是這樣公司比大盤差 跟大盤一樣 謝謝 跟比大盤好 謝謝 那我問一下 比大盤好 一倍的舉手 謝謝 兩倍的舉手 對 平均 好沒有 好啦 就是其實 答案是多少 這個 兩三倍 差 對 我的印象是兩到三倍 但這不是鼓勵大家買的 可能今年 環境又變 不過 各位你知道 這我們已經抗比了 你用常識來探討一下 好 不是重點 是重點 就是說 選股票的重點 但是更重要的是說 做練習 要引發什麼樣的運動 才是下一個文章數 怎麼樣去觀測這些 觀察這些企業 怎麼樣是 督促這些企業去提升 更提升他們的影響 我想 也可以透過普通會 或者是 甚至說群眾 在網路上的一些地方 都有可能 所以這也是我們才在 思考的問題 不過就等我們先啟動這個 讓我們都把我們快開始了 我們直接比這個月 我們就會分場 到時候也希望大家去看一看 喔 這裡 大家採訪就好 對 這個 就是 這是採訪 所以我想 總之呢 我們經過這個實驗的過程 就發現 這是一個剛開始的領域 就是 如果大家想 解決懷疑問題 我想 每一個 領域都已經 都有人才 蠻好 這樣子 可是 怎麼樣可以把其他 一個人 拉起來 一起來 解決我們關心的懷疑問題 能夠引起更多人注意 然後 它變成一個主流 這是我們想 想去 引發的事情 可能我們做不到 不過 剛剛講 如果跟所有的夥伴 一起來做 譬如說 跟這個 環境教育 管理領域的 跟管理工程裡的 跟這個 管理顧問 一起來 做的時候 因為這件事情 就大有可能發生 如果你看 郭董的會不會問到 還有什麼事情 可能 那你覺得他明年後來 會問什麼問題 你可以期待 下次我們看看 可能會有 更尖銳的問題 會出來 所以我想 這是一個 就是一個 學習 那最後我想 我們希望 剛才跟初浪聊天的時候 我們希望做一個 Ecosystem 就是說 有一個平台 可是也可能 更具體一點 就是有一個 生態式 就是環境 不管是影響力 都重要的 就是希望做一個 生態式 讓 讓 學界 業界 大家都可以有一個 對話的空間 然後 各自用各自的專業 來解決 所面對的問題 那是我的分享 謝謝你們 謝謝陳怡強 曾中經理 謝謝 再來我們邀請 專題 三的分享 讓我們邀請 安侯永續發展 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黃正中總經理 掌聲歡迎 葉所長 還有 還有 今天兩位 瑞宇人 黃正中 跟 李強 還有蔡老師 跟各位 新進各位朋友 大家玩 那我的分享 就不要短很多了 我想今天主要 兩個報告 我們是 讓各位可以 聽到說 我們從事環境保護 可以有很不一樣的做法 那其實 瑞宇的案例 跟 火水的這個案例 我相信 過去 大家接觸的 是要少一點 那 今年 我想 11月多 就會有選舉 所以我們的環境 應該是很明顯 今年是影響到 我們的選舉 接下來好像會有很多的環保的示威 遊行 主要的都是希望就是說 在環境這個議題 跟經濟發展的議題 跟國家建設的議題 跟政治選舉 全部很多的問題都和在一起 那我今天來跟各位做的這個分享 大概就是從 我們如何能夠再繼續往前 讓企業在綠色環境 低碳的這個部分的競爭優勢 那台灣 我們這樣一個國家 在面對全世界的綠色跟低碳經濟上面 我們新的座標是在哪裡 那我們從環境教育這個議題 如何能夠讓各種不同背景的人 可以為一個我們大家都想要更有希望 更可持續的未來 能夠從自己的專業也好 自己的能量也好 可以來共同建構一個更有序的台灣 那我第一張圖影片跟各位報告的就是 上禮拜我在新加坡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是全世界超過兩百多家的跨路公司 所組成為了解決環境 社會跟經濟發展的這樣的議題 是世界上最具有影響力的一個企業組織 那麼WBCSD呢 在10月24號的時候呢 就在新加坡舉行的一個總裁峰會 總共有全世界超過65家的CEO 然後呢 兩百位的董事長 齊聚在新加坡 那麼這一位呢 是WBCSD的總裁 他單元過荷蘭有一個物流公司叫TNT的總裁 他在當天開幕的一個演講裡面 就是跟大家說明 Time is running out 也就是說快要沒有時間了 我們如果看塑膠的污染 我們如果看物種滅絕 看氣候變遷 看社會衝突 不管是吃的喝的用的人權等等各種 想到裡面想 其實看起來惡化的狀況會比 恢復或者是改善的狀況 是來的速度更快 所以時間快不夠了 我們現在可以這麼講 如果這個從氣候變遷的這個角度 可以說應該就是20年 剩20年我們就大概會知道 到底這個可避不可避 氣候極度異常的狀況 是不是對於我們自己 下一代下下一代 會帶來我們真的非常不想看到的 一個結果 第二張圖影片跟各位分享的是 今年在新加坡舉行的這個會議呢 最後三四百位的企業界的高層出席 然後我在會後呢 就做了一點點小小的智商 你們覺得今年的這個會議開得怎麼樣 因為我的看法是很爛 然後結果呢 覺得很爛的人還真的挺多的 為什麼 因為大家認為 在這一場好難得 這麼多大型跨國公司到亞洲 來開討論有序的總裁公會 竟然是和尚對和尚念經 尼姑對尼姑念經 也就是說他沒有兼顧多元的聲音 尤其是歐洲的公司很重視 因為包括像今天我們這個場合 我相信我們聽了投資界 我們聽了主流的企業界 高科技的產業 他們做的事情跟環境之間的連結 其實你會有一種感覺說 喔 原來也可以這樣子切入 那今天我們在做語會 各位先進 應該是來自各種不同的背景 各種不同的背景 可以有不同的思維 不同的挑戰 不同的主張 其實有些時候 我們是需要不同的聲音 來雕琢 到底我們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 其方是什麼 如果是一個太單一的聲音 你會聽不到不一樣 或完全不一樣的觀念 那那個衝起激盪 來讓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感受 的可能性就幾乎是沒有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同樣用在 在企業經營的果然裡 如果我們今天講 台灣的環保議題 不僅要解決 而是還要在那讓我們台灣的經濟發展 產業的發展 個人職場生涯的發展 在全球邁向綠色低碳 永續發展目標的 這樣的一個氛圍之下 能夠找到我們一個清楚 明確可以落地的做標的話 那我們是需要考慮 過去沒考慮的東西 譬如說我們過去講的環境的污染 排放的被水 廢棄物的沒有資源 有效的資源回縮所 造成我們這一塊土地沒有一滴油 沒有需要發展高科技公司的 一般金屬跟稀油礦業金屬 沒有這些東西 可是我們繼續要往這個地方走 我們這些外部的環境的問題 因此